大家好,歡迎各位教育的同工,教育的領袖 今天我們探討的題目都是圍繞著 post-covid, whole person development 我們可以怎樣做一些rejuvenation 今天的時間很短,剛才Bony也說了我們那個run down 一會大家都應該知道自己的次序 大家都可以用時間分享一下你們的看法或者你們準備了的東西 我們之後每一個的level都會做一點的recap 之後再做一些簡單的討論或者總結 看看我們透過這次六點之後我們有什麼可以拿走 然後再build on 就是這麼簡單 事不宜遲,我們可以邀請我們第一位的speaker 我們可以先做你的分享 好的,謝謝 Dr.Riss 首先,謝謝Bony 謝謝社會企業研究院 聚集了我們一班教育界的同工 一起探討疫情之後的全人發展的工作 其實我是Cassandra,我是養校長 我自己從事幼兒教育差不多20年了 在這段時間裏面,我想在幼兒教育我們說全人發展 其實是很重視的一件事 但是在COVID這麼久,在2020到現在 這麼長的一段時間裏面 我自己看到對幼兒園階段的小朋友的影響都很大 尤其影響到他們什麼呢? 包括社交,他們的體能 因為可能長期都混在家裡 又只有自己一個 都會影響到他們的身心狀態 所以健康也會是一個我須要重視的情況 我自己在疫情之後 斷斷續續,這幾年上學 可能每年都有幾個月都見不到學生 家長跟我們去反映 都說那些小朋友很擔心他們的社交 跟朋友仔相處是怎樣的 而我們去見到那些小朋友回來 都真的表達能力差了 人就對學習那個 沒有那麼快提得起勁 這個也是我們看到的情況 所以我自己在疫情之後 其實我就朝著兩個方向去發展自己的學校 第一個就是Future School 第二個就是Wellbeing School 其實Future School 我們去想一下 其實我想在疫情下 我們中小幼也是 很多課程的事情 我們很想去追 但是問題是 你們都知道 即使我們做網課也好 其實成效是怎樣呢? 和我們做實體課 究竟成效是 尤其幼稚園更加誇張 這個情況 因為幼稚園不是真的坐定定 可以做到Zoom的階段 所以我們是不是真的 只是為了回來 和他們追回課程就可以了 但是其實原來不是的 我們更加關顧 就是小朋友的溝通能力 他們的邏輯思維能力 解難能力 和自學自信的一個態度 所以我們會著重這方面的培養 會比較多一些 至於和這些共通能力 我們都覺得 和小朋友的Future是有關係的 因為知識可能 不是急於在六歲之前去灌備 但是反而一些共通能力 他們在將來 即使上到小學、中學、大學 整個人生都可以用得著的 一些能力 我們反而會比較重視 至於Wellbeing School 這個都是我們在今年開始 我們就很著重 去給我們的小朋友 我們包括什麼呢? 包括他們的關顧他們的身心發展 正向思維 例如 去重新觸發他們的好奇心 因為剛才說了 他們對一些學習的動力 都比較低了 人們好像對什麼都提不起勁 有這些情況 我好奇心是幫助他們 尤其是小朋友 去幫助他們 對身邊的事物 都有一番 為什麼呢? 想探索的能力 例如人詞 感恩 全程投入 成長思維 這些都是我們今年 透過很多不同的體驗活動 去給小朋友去感受的 我們希望透過這兩方面的發展 去幫助小朋友去面對挑戰 即使遇到一些逆境都好 即使遇到一些逆境都好 他們都可以保持著 覺得自己 我應該可以的 我應該有信心可以應付得到的 那就重現回他們對學習的興趣 用不同的方法去幫助自己 有回正向的情緒 例如我們都幫助小朋友試一下 例如一些靜觀的一些活動 給小朋友去體驗 即使幼稚園階段 我們都給他去試的 那就和人去建立一個正向的人際關係 例如懂得感恩 幫助別人 這些都是我們在今年疫情之後 我們去開始給小朋友多些的體驗的 好 多謝先生 或者我們又可以再聽多一個 能工的分享 在幼稚園那裏 或者是 Ms. Luana Wang Hello 大家好 很多謝Bonnie 也都很多謝社會企業研究院給我一個機會 其實我是一個半專業的教育人士 我本身現在自己是在七間學校那裏 分別是也有做校監 副校監 或者是校董的 那我在這一段時間 當然學校有很多是減退了一些實體的學習 有很多要做網課 我們也都從而 因為我在其中一間小學 在牛頭國 洛杉堂的楊重明學校 我是做校監的 那我那個會比較多一些 與他們一路由實體教育變成網課 再到現在半實體 那我們就有一些啟發 我們就覺得除了關顧學生重新再回到實體課程的學習之外 其實我們發現中間在這兩年COVERT的時間 學生和家長分別都有不同的壓力 所以我們除了盡可能幫助學生去推動一些 譬如現在混合教育模式的教學 可以令到學生在現在疫情期間停課不停學 我們亦都會做一些其他的和家長聯繫的更多條路 希望從而可以由家長那邊去了解 其實在停課的時候家長也很大壓力 因為大部分人都在工作中 其實都不是很習慣長時間面對他們的小朋友 變了在這一段時間 大家COVERT一起找了家 他們有時候面對了一些不懂得教的情況 從而都發生了很多家庭的矛盾 所以我們盡量都會現在這段時間 除了做多一些輔導課或者一些加強班 去做多一些增潤課程去幫助學生去匹立之外 所以我們亦都會和不同地區的家教會 我們都會有多一些聯繫的 希望多一些聯繫了家長 雖然大家現在都沒有了 大家都要上班 但是都希望可以有多一些其他方面他們的渠道 可以幫助他們解決一些和小朋友溝通的問題 他們可以透過一些WhatsApp 或者透過學校的我們一些主任 他們跟我們多一些聯繫 說他們中間有什麼問題 看看學校可不可以在不同的渠道 或者是不同的辦法去可以協助到他們多一些 好一些和他們的小朋友溝通 另外第二件事就是我們也都開始 就是隨著社會去resume normal 我們都搞很多一些支援班 我們有時候禮拜六或一禮拜日 我們一些學校會做多一些一些open day的事情 變相家長如果是放假的時候 有時間他們可以陪小朋友回來 可能會很簡單一個幾個字的項目 可能是陪他們去寨廠看一陣子的書 或者是現在一些STEM的課程 我們增強了一些STEM的聯繫給他們 他們就可以跟家長一起去參與這些課程 從而讓他們的親子關係 會強一點點 當然這件事不是所有家長都做得到的 我們也明白了 但是經過大家在這兩年的時間 其實因為由小和他們的小朋友在一起 到突然間長時間 可能24小時或者整整兩個幾月都長時間和他們一起 他們家長潛意識上都發覺到有某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的家長其實很多都願意盡量去 趁時間去瞭解他們的小朋友 現在的發展的情況 他們的心態各方面 但是當然這件事這樣做 其實至於我們學校的老師 或者一些教職員 他們的壓力就會沉重了 因為他們會多做很多 這個就變相 我相信是要大家教職員 教學的同仁 大家可能會有好一點的分拆 辭職一些時間 大家可以盡量在一些額外的時間 可以提供多一點資源 讓大家可以 譬如在一些非教學的時間上 可以做多一點支援 這個就是我這一段時間的體會 多謝大家 多謝羅威納 不好意思我剛才看過程序 羅威納剛才是小學那邊 我們就要回到後面 就應該我們要請Diana 但是還沒請Diana之前 因為大家知道時間很緊湊 不好意思 三分鐘 我會示範 沒有問題 我都在計算 你知道 知道 好 不好意思Diana 那我交個時間給你 OK 我開始了 多謝剛才Ms. Yeung的分享 其實我很同意 因為全面全人發展 為什麼我們講得志體群里 其實我們兩至六歲的小朋友 我就發覺他們疫情都兩年多 我又留意到他們有些事情 其實就是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認同 就是他們回到來的時候 我就發覺他們說話老積了很多 就是平時說的用語 應該聽到是爸爸媽媽說的 不像是小朋友平時會說的東西 那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他們那些規矩 還有平時我們會遵守的 一些跟別人合作的一些能力 都是突然間好像差一點 所以在四大的範疇裡面 包括體能 智能 然後語言和情意上面 我們發覺 頭兩樣我們都不擔心 體能因為家裡 如果跟著YouTube跑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 語言和情意 就是最大要做的東西 所以我們學校 其實一回來五月復課 我們在做什麼呢 就是不停地和他們玩設計活動 我們說不要再坐下聽書 因為在智能上的東西 其實家長教他們已經教識 我們反而做項目 不停地做什麼呢 就是做協作 因為其實小朋友 你說的K3 他們應該做到什麼呢 就是可以跟三至五個小朋友 一起做合作的遊戲 所以我們要做一些公平的原則 以及小組的決定 他們要服從 這些呢 其實一定要透過 面對面和小朋友溝通 聽老師的面授課堂 才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們五月開始 就不浪費時間了 就只是做項目 不停地和他們做 K1 K2 K3 那我們做了什麼呢 就是我們K3 做了一架西鐵 因為我們是屯門區 西鐵裡面 為什麼我們會有很多協助呢 就是第一 你們有沒有坐過西鐵 西鐵裡面有誰的 原來我見過司機 我見過乘客 我見過月台助理 有多少個位置的 小朋友會自己去討論 見到老人家 你要說什麼 原來是說請你坐吧 婆婆 這些就是我們覺得 在語言上 群性上 是closure 才會帶給他們的樣子 然後呢 在情緒上面 其實我們覺得 他們都是很需要重點發展 因為小組和同志 一起溝通的機會 他們未必懂得自己去解決紛爭 用言語去表達自己 那這些其實在家裡 不是那麼多兄弟姊妹的家庭 都是很難做得到的 所以我也很同意 Midstian所說 就是我們是要增加他們 一些互動的機會 引起他們學習那個好奇心 所以我們更加就是 平時疫情前 我竟然有派一些 大自然與生活的探索包 給他們 就是可能探索下一些車輪 怎樣 由高一點的地方 運下來會快些 低一點的地方 運下來會快些 等這些探索的活動來 那我們在疫情後 更加做到的事情 就是我派了一本紀錄冊給他們 你記錄給我看 你在家裡和媽媽做成果 所以我也很同意 剛剛Midstian所說 就是你現在要做的就是 教家長在家裡 怎樣做質素的 Parenting 就是你做一些有質素的親子時間 就是你發現原來 家長是很容易做 但是你要教他 就是原來一套這樣的教材 你告訴你媽媽 你怎樣介紹他 小朋友才會學習得到 然後你跟他拍張照 教他Debriefing 其實某程度上 他都在做老師的工作 但是你看到就是 小朋友的參與率很高 就是在疫情下 其實我家長也沒有這麼擔心 比起兩年前是很擔心 做到上來的校長室 為什麼你要我做你那份 還要我交學費給你 我不明白的校長 但是兩年間我們不停地跟他們說 你沒辦法 真的要做 真的要學 媽媽你越學越厲害 我們今年都很開心 就是我交給他們做的事情 其實我們的回覆率是八成九成 就是每個小朋友拍一張照 證明他有做 我已經很開心 謝謝 所以我的分享就是 I need to know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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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na是小牛頓中英文幼稚園 國際幼稚園的校長 好了 我們現在移師到小學組 想邀請朱子榮校長 朱子榮校長就是德瑞小學 和漢斯德瑞學校的校長 我希望你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 你有關全人教育的看法 謝謝朱子榮校長 Hello 謝謝大家 先更新一下自己 我幾年前都轉了一點點名字 我現在就是德瑞學校的總校長 我正在服務七間學校 我想剛才都不同的黨者 或者大家 就著疫情後 其實我覺得疫情還未後 因為今天都六千多宗 反而我想是叫做後段一點點 有一些小的體會 不能夠說自己學到什麼 或者什麼 回到一旁 我想接下來 接著九月開學是怎樣 很多事情 我們都未必看得透 怎麼去面對 我學到什麼呢 就是不要想取締它 譬如舉個例子 如果因為疫情停泊 所以我們不能夠上學了 那我們不如做些sum lesson 來取締回上課 那我覺得你取締它 其實就會出現剛才楊校長的分享 剛才楊校長也說過 加準競投訴的 因為以前我放下一個小朋友在學校 他自己學校老師教了所有東西 為什麼現在要我在家裡 要我教了 因為用了取締的心態 但是回到一旁 我覺得是 value added 或者甚至會transform 或者升華 就是我們要處理的東西 可能會較為容易處理 就是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就是譬如在疫情 顯然香港人的生活最大的不同 就是網購 就是你去八街賣東西 是一個實體的採購的過程 那疫情出現了 那網購是否為了取締你實體去買東西 其實就不是的 因為我是應該以哪樣就手 或者哪樣價值 是我需要的價值 我就決定我的生活模式 那舉個例子 我為什麼要網購呢 就是因為 我24小時乘27 我都可以訂東西 我都可以看別人的留言 我都有客服支援我 而我網購 因為我知道 我完全是transform了 去另一種的意識形態 那我就不會投訴 為什麼我要訂400元才會送貨 那我想給這個家長的概念就是 網購和去八街賣是兩樣東西來的 雖然它有個性質類似 但是它不是互相去取締 就是我想 就是我自己少學到的就是 就算我們做網課 我們不會說 為了取締實體課 或者我做一個下午 現在差不多學 有一個online program 或者我的summer school 轉了一個認識去進行 那我會提自己的同事 提自己家長 甚至會提自己在operation上 我放下了過去的操作 而是我是全新想過新操作 兼同步地想一下有什麼新的價值 可以加在你的教學設計裏面 那這樣做回呢 我想無論是老師 或者是家長 你不會每天投訴 就是剛才說的 為什麼要賣到400元才送貨呢 一個小經驗分享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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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才聽了幼稚園小學 我們剛才有幾個概念 我們一會兒可以再加 但是簡單來說 剛才校長也說了一件事 就是那個hybrid mode 是一個顛覆了我們教學的形態 這是一個unavoidable的trend 又不能够代替 第二件事就是我們都聽到幾次的 就是那個學生的那個well being 還有我們在校園 怎樣可以 take into account of 這個well being and take advantage of 一個future school的concept 來deliver我們那個schooling service 就是第四點呢 就是那個parental involvement很重要 如果我繼續 要keep一個hybrid mode parents的參與 是怎樣 怎樣 leverage on呢 就剛才我們有這幾點的 或者我們現在可以跳一跳去 設定中學部那邊 那我們聽一下中學那邊 那我們再做一些探話繼續 或者我們都可以請 Mr.Jeng應該是吧 是的 是請王啟之中學的 王兆之中學的 王兆之中學的 鄭詩榮校長 你好鄭校長 鄭詩榮 大家好 我看到這些老朋友 廖校長 校長 張校長 那麼就中學呢 都很多種的其實 就是我們學校呢 我在大埔呢 我們有部分 學生是跨境的 部分學生跨境的 就是在內地 在內地住的 那麼那批學生呢 其實呢 就是這兩年多裡面呢 其實是沒有回過學校 甚至乎沒有做過校服的 那他們是另外一類我們的關顧是不同的 咦 等一下 開一聲先 不想 等一下 可以嗎 可以 那疫情就沒有過去的 那麼呢 就疫情之後 我們每年計劃 就是新的學年呢 都當了它是疫情之後 但是最後呢 一路做下去呢 都還是沒有疫情之後 還是在疫情當中 那麼我們現在計劃 明年都是當疫情之後呢 那麼我們那個周年計劃都照寫的 但是呢 但是呢 我們其實 在疫情的裡面呢 其實都有很多事情發生呢 其實都幫了我們很多 在疫情之後呢 更加能夠做得更加好的 譬如呢 在疫情裡面呢 我們的老師呢 是在很短的時間裡面呢 成為了一個呢 就是很懂得用IT教學的教學人 這件事情呢 我們在過往 我想是十年了 都未必可以推動到的 那麼在疫情的裡面呢 可能兩個月已經搞定了 甚至乎一些呢 很怕電腦的 很怕用iPad的同事呢 在疫情初期呢 很快就已經搞定了 那這一點呢 其實是對於學生的那個 學習方面呢 其實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以致到疫情之後呢 現在都在做的了 就是那個叫做混合式模式教學呢 其實對學生學習是很有幫助的 譬如現在就算呢 我們是實體上課呢 有時候我們有些時間呢 就是老師都不用學生回來學校 就是有一些的增潤 或者小組啊 補課啊 大家研究一下一些的議題 他們都是開Zoom 就已經搞定了 那所以在這一方面來講呢 就是學生學習呢 在疫情裡面呢 我們是得到一個很大的益處 還有在疫情之後呢 我相信會繼續 會有這個混合式教學模式 就是又有Online 但是呢 我們在講的全人發展呢 就是得志體群你 我們加上零 就是我們學校教學校 其實一直都在做的 但是疫情裡面 對於這幾方面的影響是什麼呢 其實德育那邊呢 其實影響挺大的 我們其實很強調學生出去 做一個體驗式學習 譬如他們很多時候是會有一些的訓練 有一些的縮營 去團隊的訓練團隊建立啦 有些的服務啦 去外面做義工啦 去探訪啦 這些行為做不到啦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這方面其實呢 在疫情裡面做不到 在疫情之後 我們要去想一想 怎樣可以呢 學生可以拿回這種的感覺 去社會的責任心 學校裡面 也都聯繫了一些的志願機構呢 已經默默緊固在等著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就去出軌去探訪 我們暫時來說 我們會和一間老人中心 一間掌跡中心合作 我們希望 每一個學生都有機會去探訪 去做一個社會服務 那這一個呢 其實是一個疫情後 我們前面工作的其中一個重點 那另外呢 就是 學生呢 在這段時間的裡面呢 其實他都 他都少了很多機會呢 去做不來的 其他的交流 那所以呢 如果疫情之後的話呢 我們也都會去計劃呢 就是 我們會新啟動回呢 我們一些 海外的服務啊 海外交流啊 姐妹學校交流啊 就是很多這些呢 其實在疫情做不到 那之後呢 我們希望可以啟動回呢 讓學生可以拿回 拿回這一種的經歷 因為這些經歷呢 其實是要實際做才做到的 在疫情裡面做不到的 online都很難做到的 簡單一點這樣說呢 譬如我們學校 就是每年都有一些camp 就是自己學校的一些培訓呢 其實現在都很難做得到的 因為現在去呢 只可以去day camp 那其實大家都知道 帶學生去這些的熟營呢 他過夜那個那個那個 就是晚上 他夜間跟他們聊天啊 或者是通頂啊 跟他們分享呢 那一刻才是精緒 那現在這一方面其實做不到的 所以呢 疫情之後呢 這一方面呢 都是要好一點的計劃呢 就是跟學生呢 就是去 能夠令到他們呢 是有這些的經歷 那我所說呢 就是 在總括來講呢 疫情的裡面呢 就是一個好處呢 就是提升到教學的效能 其實我覺得是的 回到來的時候呢 雖然我們現在都是實體學習呢 那我們都會用一些的hybrid mode 那但是呢 有很多人與人之間的那個相處啊 服務啊 或者是關係的建立啊 那這一方面呢 其實真的是 疫情要過了之後呢 我們才可以呢 去重新去pick up 那現在都做到 不過呢 是做得不是很完全 那希望可以是慢慢pick up 到疫情之後呢 大家可以真的享受那個的 那個叫做 經驗式 那個體驗式那個學習 那這個是我們學校的心得 或者是裡面的經歷 好 多謝各位 嗯 好 多謝Principal 那或者我們可以 再繼續請 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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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各位校長 大家好 那麼 聽了幾位校長所說的 都很清楚 其實是 即是 邀請 對於 老師學生 在上網 學習 特別是同學自學方面 是很有益處 那但是呢 剛才幾位前輩都有提過 那 但我們最重要呢 就是同學的那個 mental support 那裏 那裏 這裏呢 就想邀請 就很難做到的 那特別是 無論是 什麼年級 在中學裏面 譬如剛剛正向中學 那就是初中的同學 過去兩年多呢 都是上網課 那其實對他們那個 剛剛 大陸中學階段呢 那個成長 有很大的影響 高中也是 高中呢 就最近幾年呢 他們 差不多都是自學 然後又有考公開試 對他們的壓力呢 都很龐大 所以我覺得呢 譬如我們學校呢 比較注重呢 就是在那個精神上面的支援 反而是學習上面呢 我們覺得 不是太大問題 因為呢 學習 對於一些厲害的同學 其實呢 他一向都是自學居多的了 還有 但是相反來說 對於一些比較弱的同學呢 就很糟 就是正正像我們 而是負擔大 對於一些家境差的同學 可能是環境所限 令到個別差異更加大 所以我覺得 很多學校有時候 就是上半天 有些是因為打針率達到九成 可以上全天 其實我個人很贊成是上全天的 再重新一點 並不是說想上多些課 在學業上 而是如果 沒有了午餐時間的時間 或者沒有了一些放學的 訓練的輔導 其實對於學生的成長 是很大的問題 我分享一下 謝謝郭校長 我們可以再下去請 Mr.劉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們有請佛教 茂峰法師紀念中學校長 廖曼妮校長 謝謝 謝謝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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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我的PowerPoint 可以嗎 應該還未可以 看一下 應該還未可以 是 可能我將你 先 先 好 好,再分享,你再按多次Share 按鍵 好,麻煩你 一會兒 可以嗎? 如果不,我再試一次,不好意思 應該不行,先看看 不行,沒關係,我就這樣說,好嗎?很簡單 其實我們自己是 不好意思,廖校長,你可以轉我做主持嗎? 你把主持的權限給我 好的 謝謝你 好,你待會兒 好 改善主持的權限 好的,請繼續 好的,謝謝 其實我們學校剛才都很認同大校長所說的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其實我們現在面對著很多時候 一些學生的精神有很多問題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都會發覺 其實會分成幾大類的 第一,就是心理健康 所以我們要做心理學校內的輔導 家庭的輔導 群育 然後身體的健康 我們學校突然多了很多的使命很重要 就是一個抗疫的工作 如何幫助到學生 跟著也是抗疫的教育 體育的重建 因為其實在疫情期間 學生很少運動 所以我們怎樣去拿回平衡 就是在體育運動方面 以及在抗疫的措施上面 去拿回平衡 最後就是在學習上面 第一件事 課程上面 我們盡量重拾課程的節奏 但同時間要明白 抗疫期間 正規課程 和補課時間 是軟較疫情前的不足 還有可能 就是會突然出現不可預測的狀況 而影響課時 所以裁展的課程是需要的 究竟是實體的網課 其實我們都很大影響 另外就是課程的縮減 所以我們需要做個裁展 最後就是結合了一個混合模式 就是一個實體和網課 以及隨時要走位 沒有一個騰常的法則 另外最後就是群育方面 其實是減少了 同時間影響到學生的溝通 技巧的建立 影響到學生的橫向能力 所以這個才是最大的學習問題 所以其實我們是自己的佛教學校 所以其實我們都很明白到 也要學生明白到 就是萬法不住 無常非苦這個道理 其實無常是因為我們要讓學生知道 一些好的東西也會變壞 壞的也會變好 好像現在疫情期間 可能我們剛才有講者都說過 其實想不到 以往要十年才能做到的 資進科學教育 IT and Education 其實這兩個月已經完成了 所以其實不是全部都是壞的事情 很多時候都是一些好的事情 所以我們也希望學生知道 是無常不是一個消極的苦 無常也是代表希望的 所以在這個 廖校長要先開個鏡頭 好 不好意思 好 不好意思 現在是否看到 應該還沒有 應該還沒有 可以 可以了 好 好 謝謝 所以 剛才是否聽不到 聽到 聽到 好 所以其實在我們學校來講 希望就是 憑著這個 一個這樣的狀況 一個疫情的狀況 讓我們的學生 和老師 都一起把握這個機遇 去接受這個 擁抱這個教育的新常態 接受無常 另外 從而 也都希望我們的老師 和我們的學生 可以繼續健康 健康快樂 健康快樂 和生活健康的 身體健康 多謝大家 多謝師尼校長 你很有心 準備好了 PowerPoint 或者我稍後 看看如何再 展示下去 OK 不要緊 OK 那我們 下一位 就是我們邀請到 李慧利中學 李慧利中學校長 張音龍校長 張校長 我們可能要開一開咪 先 對了 要開了咪 才聽到 OK 現在在聯繫 也都是還沒得 要先解除了 先 應該要 那是 嘻聲 要融化 還沒有 沒得 那是 那是 還沒有 還沒聽到 那不要緊 我 對了 應該會是 那是 有問題 那呢 或者 或者 我們先去下一個講者 請問聽不聽到嗎? 聽到了 請林逸峰校長待會準備 請問聽不聽到? 張校長可以開始了 請問聽不聽到? 聽到聽到 請說 可以聽到嗎? 可以聽到 他的網絡 聽到嗎? 可以說的 聽到嗎? 是聽到 清楚 請問已經聽到了 是正確 多謝邀請 三分鐘回到疫情後 傳人教育 是 就是 我們現在是在疫情的後段 因為他還有6000宗 如果講傳人教育 當然我們在老調華講的是 德智體群美 我們又講的是六藝 這些所謂的傳人教育 在當中裡面如果配合這個疫情之下 我們會發現一個情況 就是說其實在開始的時候 我們都不知道究竟學校應該怎麼做 最簡單的就是只要Zoom 所以其實這個發展 都可以看到過程裡面的轉移 在教學上就Zoom 如果有這些活動全部取消 但是到現在來說 應該看到當我們有個心想教好學生的時候 我們發覺這些東西慢慢大家就積累了智慧了 很多時候說不行 我們就可以變一些形式 讓學生能夠去做到 在這裡補充一件事就是說 對學生來講的確很concern的 就是作為一個學生的時候 我在這個中學階段裡面 好像疫情好像沒有了一些東西 那究竟我從當中裡面可以得到什麼東西呢 所以在學校裡面我們盡量希望 當我們都知道疫情的變化 或者這些對多一些認識的時候 盡量做給學生 譬如說你有運動會 你變相的形式在學校的運動會 或者有些其他的所謂的旅行 變相一些的旅行形式 這些都是給學生比較好一點的 說回學生 因為說真的在這兩年裡面 無論學生也好 老師也好 說真的都不是很認識他 他給了你半邊的面 你又在下半邊的面有無限的想像 學生很多時候會concern就是 我究竟在這時間裡面我學到什麼東西呢 擔心就是他的考試會怎麼樣 究竟就是學做的情況 這個是學生 家長都擔心 老師也concern 我們有些工具去知道這個情況的 我們有些所謂的appasal 我們都有做一些appasal的 當中裡面都歸納了 其實初中也好 高中也好 其實他們最關注 最關注是什麼呢 就是關愛 因為少了接觸 社群的關係 因為少了在學校裡面 一些同學生的接觸 或者他們自己跟我之間接觸 支持 整體的滿足感 負面情緒 因為在這個疫情之下 都很容易令到他在這方面 會有這樣的心態 知道這個的時候 回到教育工作者 我想在現在來說 我們教育工作者是需要做的 就是回到所謂的vask 以前的ask 知識技能態度 但現在我們相信我們要做一個value 這個都是很重要的 我們究竟怎麼教我們的學生 就是在面對這些疫情 在當中裡面 我們可以做到的什麼地方 不躺平 怎麼去努力 你說剛才有些 就是孝春大家分享的了 過往裡面可以做到的 去探訪 遠遠做不到的 我們可以自己做了一套 就是我們都仍然可以自己做到一些 可以做的事情 然後透過NGO去送達 我們可以看回究竟我們能夠做的事情 其實我們都要對疫情抱一些正面 也跟學生都提起 其實當中裡面都學了很多電腦的知識 整體都是提升了很多的 我這些東西都是去學習的 在疫情之下都很容易影響我們覺得 有很負面的情緒 但是我們不妨去提一下學生 其實在整個疫情裡面 整個社會裡面 很多 真的很多 社會言大 在學校裡面 我們真的有時候在這個位置 說真的 去到某些情況 我自己覺得 每個人都覺得 我們真的有時候缺資源 因為很多社會 我們會送一些口罩 我們會送一些檢測包 其實這個關外 這個都要提升學生 其實我們一起去面對的 這些位置 我們都給學生去一起 大家一起做一些愛心包 做一些整潔東西等等 這些其實是幫學生 是把本來的疫情去轉化 去學習 怎麼去關懷人 我想這些地方 都是應該在學校裡面 可以去做的地方 好嗎? 我想三分鐘大概就是這樣 最後我補充一點點 我們在學校裡面 當然是很關心學生的學業 不過說真的在這個階段 學業不是最重要 我個人覺得 他的精神狀態 和他看東西的attitude 才是最重要的 好像他沒有上學 或者他沒有上送貨 回來你就要罰他 但是說真的 他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我想我們需要平衡各種的需要 讓他重拔一個關外的環境裡面 在這些這樣的情境裡面 我們才學到所謂全人教育 好嗎?OK?多謝大家 好 謝謝 謝謝 現在我們去到獅子會中學的前校長 林逸峰校長 是不是在這裡? 在這裡 大家看到嗎? 是的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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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聽得清楚 在一個公開一點的環境 不好意思 沒問題沒問題 很久沒見 很久沒見 我長話怎麼算了 我想緊承接前面幾位教育的同工 無論是幼稚園、小學、中學 那也有很多我剛才分享了 那我不重複 因為我去到優 我對前線的方面 我就不從前線的觀點去看 反而我從一個管理的角度去看 其實剛才幾位 詩弘校長、陰龍校長 其實幾位教授都說 其實我們的老師對IT的教學 成熟度是比我想像中快的 其實我們現在很多在IT的教學 網課也好、Zoom也好 或者其他的軟件也好 其實我們有一些叫做錄影功能 其實我們怎樣作為一個校長 可以再想多一點 就做好一個知識管理 就是說我們將這些知識 怎樣去整理得好一點 整理得好一點 其實我們經常說 追回來的追功課 其實我和陰龍校長 和其他校長都有同一個角度 其實我們學生的well being 我們現在是最重要的 我們怎樣去令到 我們教育的同工 或者我們的管理層 都有共同的目標 我們做好學生的精神狀態 這個我覺得在目前來說 會不會一個首要的任務呢 當然學校的文化各有不同 這個有不同的選擇 但如果我們將我們這一兩年 其實無論是小一至小六 中一至中六 K一至K三 其實我們做了不同的網課 我們有很多資源在 我們怎樣去運用好這些資源呢 我們怎樣整理好這些資源呢 而作為現在大學也好 或者很多國家呢 包括我們自己的學家 都做了很多moodle 這個我們怎樣去做好這個知識管理 知識的傳遞 導致到我們的學生 可以透過我們的線上的學習 其實線上的學習已經無界了 他可能聰明的同學 中一讀中二的數學都可以的 中二的學生可能 有些在中文上要再改善一下 他可以重溫中一的 這些就可以變成 他在學科上的知識 是一個無常的增值來的 這個我們覺得 在教育界不容易做 但是如果學院 動用我們的院士 動用社會的資源 行不行呢 我們有沒有一些可能 在一個經濟效益 更強的地方 去幫助學校 去做好知識管理 做好在知識的層面上 我們無常地 讓學生 很自然地去學習 反而回到學校 這麼能力的機會 那個群慾 那個德慾 那個美慾 對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溝通能力 這個我們是不能夠再耽誤時間 因為它已經缺失了兩年多 如果你再不做這些 我們單憑再強烈去推動知識的話 其實它在這方面缺失地 在跟別人的溝通 在跟別人的相處上 可能對它將來的發展 是更加受到大的傷害 所以我覺得 我們會不會想想 在學院的層面上 真是動用不同的專業團體 不同的資源 去幫助我們的小朋友 令到學校在有限的資源下 做好這些知識管理 知識的轉移 這個知識的轉移 其實我們甚至乎 現在家長都習慣了 他們一起去學習 令到他們可以跟親子關係 在學習的層面 是多一點的互相交流 我們也鼓勵家長放下身段 不要由上而下 是一個同行者 跟他一起去學習 這個就可以變成 他在學習 是多了一個夥伴 不單止是同年齡 不同年齡都可以 我覺得我們今天 我們要更加在高的位置看 寬一點的時候 其實這個是機遇 如果我們能夠把握到這個機遇 其實我們的學生的learning mode 我們的teaching mode 很大很大的改變 令到我們整個學習上面 可能我們不需要每年 什麼級 什麼級別 其實這個學生 智能是很高的 他可以學得很快 但是他也需要多一點 跟別人的群體生活 但是有些的同學 可能在智能上面 是需要多一點 自己動用自己的時間 去跟進 去追回我們的學口 但是究竟就很指賴老師補課 但是現在不用 我們要教他的主主學習 主動學習 其實他是有能力 去跨越這個時間 時空 追蹤這個態度 還有他是不是積極 如果沒有這些 那些我們天天補課 去追補課 其實都沒有用的 他疲於奔寧 這個我想我們 就可以從幾個角度去看 也可以動用我們的學院的能力 在不同的院士 他們的管理範疇下 我們集合了一些能量 在這裡 產生先日節的效應 就可以幫到小朋友了 我覺得我在這裡 就跟大家分享了這一點 好嗎? 好啊 多謝林校長 是的 Dr. Rees 相信我們聽完現在幼稚園 小學去到中學 那麼多位校長的分享 你會不會都可以做一個簡單的總結 我們才去下一個 簡快 好 我快一點 30秒 這麼多 對不起主持人 我是Raymond 我看我要先離開 因為我6點鐘 有另一個月停 我還要準備一些東西 OK 沒有問題 所以我先離開 謝謝你 不好意思 謝謝你 黃先生 謝謝 好 拜拜 拜拜 或者我做一個30秒的分享 30秒 因為剛才很多前輩說了很多的點 我想特別是剛才 Mr. Lam說了一點 就是我們怎樣可以拿著這個機會 拿回來我們建立了那些 知識的管理 就是知識的交易 在一個的 在教育的產業鏈裡面 如何再評論我們 如何可以令那些學生 就是我們在2001年 就是在教育的改革的時候 在講 Learning to learn 那樣東西 就是他們說回那樣東西 就是現在 二十年後 都是回到那個老問題 正正就是這次的疫情 就是 disrupt了我們很多 製造了一些規定 那些規定是需要變 就是剛才很多次 我們都說了一個 那個就是 那些老師或者學校都很 hessitant to IT 的 或者是 覺得是disrupt learning 的 但是疫情就逼了你 逼到你真的要做了 那就集意為常 我們現在開會的形態 很多東西都是這樣 那 這個的change 是bring了很多的opportunity 那所以呢 我們還有兩個speakers 就是Leo 還有Chris 他們都是一些other organization 他們都可以share 例如 他們是一個service provider 或者他們 是怎樣看一個 的education 的sector 這個market 或者他們在做什麼呢 或者我們可以請 就請Leo先 是 最後會有副教授 跟我們分享 是 請Leo 可以去開麥克風 謝謝 你好 你好 謝謝你 這麼多校長 很開心 學到很多東西 那我反而是做一個音樂中心的 那我們說回 比如你網上課程這樣 其實 其實這兩年裏面的疫情 其實大家都真的很不習慣 包括老師 我們教的老師和學生 其實都很不習慣 因為其實我們在音樂上 Zoom 因為有時差的問題 可能真的會比較慢了一兩秒 變成很多時候 很多老師 其實不是很願意去上網課的初頭 那學生都好像上得很不舒服的 但是我們自己做 就是一直這樣 就是有研究過 想了幾個方法 那就是 我們上完課之後 可能會再叫那些老師 去錄一段 首歌 就傳給他 自己跟著他去彈 或者拉 就是這樣 然後就叫他再傳出來給我們聽 但是因為那段時間 上學那段時間 很多同學都是 學校那些都是受網課的 那我們的興趣班 他也是受網課 變成了 我們最後最後都是 有開個會 都有講過 不如我們 留幾分鐘時間 去跟一些學生去聊聊天 因為我們都是著重一些 身心健康的事情 因為見到很多學生 包括我自己的就業都很疲憐 就是我自己在家裡見到他們都很疲憐 我們多數都是說 會關心他們多些 就是你說全人發展 我們教他們那個 是不是叫健康校園 教他們健康校園 身心健康的事情有關 其實現在大趨勻都是一定 你喜不喜歡 其實都是慢慢趨勻 都是要上去Zoom 所以現在我們其實 一路慢慢很多很多的班 我們都是開始用Zoom 課程去上課 我們覺得都是慢慢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 其實都是在說你們 身心健康的問題 謝謝大家 好 或者我們又可以聽一下Chris 大家好 聽不到嗎 聽到嗎 大家好 我是Chris 這是生命教訓練的課前總監 剛才都聽到很多校長的分享 覺得小朋友回復到課堂的時候 發現了很多人間相處 溝通的關係 都是需要更加提升 除了在學業上 我們都是做一些團隊的活動 尤其是都是做一些聽識的學生 過往就是說 很多時候有得入營兩三天 現在做不到 我們其實都會支援學校 支援學生的需要 所以我們會變成 一天的課程 有些學校 一些同學們可以的 就會帶出來 去做一些活動 去補充跟他們的群體相處 不好意思 Chris 有些學校 可能可以在大班 可能進入學校 做半天的活動 或者是進入學校做一些比較 聽到嗎 聽到 聽到 是 可能我們就變成 進入學校 可能做一些短一點的時間 可能兩三個小時 或者半天的課程 都會彌補 可能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未必可以 用很長的時間 和同學一起去經歷和交流 但是我們都將它減少 起碼配合到同學們 起碼可以和同學多一些互動 做一些活動 令到他們提升基本的溝通 治理能力 和團隊合作的形式 這樣幫助學校去處理 當然長時間來說 在疫情之後就可以活復正常 但是當未活復正常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Zoom是很好可以令大家方便去學習 但是怎樣令到人和人之間的 拉近的關係多些呢 對實體的活動是會比較重要 而一起合作去完成一些任務 一些項目 更加需要 所以我們會盡量 領域的 方便去協助學校的需要 這樣 好 好的 好的 Dr.Riss 我們差不多 因為時間關係 會不會我們都 請教師傅講講 我們才一次過做一個簡單的結論 多謝各位 其實我聽了十幾個專家 就是前線老師的分享 就是他們很多good practice 要我wrap up很難的 都成十幾二十個point 我就想講 就是幼稚園 小學中學都很重要的 因為有三年四年 六年六年 成十五年了 一個小孩的成長 在最容易受到外面影響的時候 那到我們大學 我們只有四年而已 我們 就是全人教育 你們的interpretation 就是在三分鐘 就是重點而已 其實在大學來說 很多大學都說 自己是全人教育 那什麼是全人教育呢 全人教育呢 全人教育是什麼 是 Holistic 你可不可以退後一點點 是 Holistic approach to education 這個叫做一個原人 這個世界真的沒有原人 但是我們有四年 將個大學生 訓練到他可以去社會做事 那挑戰很大的 那我就想 總合這樣講一點點 因為我講的東西 其實已經兼顧了 我覺得全人教育呢 要多元化 要文理兼顧 要文武並重 要有智商方面的成熟 應該有分析能力 關心社會 家庭 有世界觀 要了解不同的文化 要有語言 多種語言 要理農和實踐 要並行的 還有終身教學 終身學習 有溝通能力 我覺得大致上 這個就可以說 我們大學想做一個全人出來 就是向這個目標 但是四年一個大學生做不到的 但是都要努力 我覺得身教重要的 很多專家都講了 父母 教師 其實客觀的分析能力 尊重不同的文化 種族 社會階層 是重要的 這個溝通的能力 我最後可以講講 一百年前中山大學的校訓 孫中山寫的 就是五樣東西 學學 審問 誠思 明辦 督行 我想這五樣東西 在現在一百年後 都很重要的 在我們現在的社會 就是在中學、小學 幼稚園、大學 我告訴大家 是這麼多 OK 三分鐘完了 謝謝你 副教授 你很厲害 已經講少過三分鐘 Dr.Riz 我們今天是不是都聽過 那麼多位不同的校長的分享 我相信你 Dr.Riz 你對全人教學 是不是都有一套的想法 所以我們這次搞這個 webinar 去推動這個方面的思維呢 或者你都可以 剛才也有一些不同的校長都說 其實我們社會協研究院 可以怎樣幫助到 去促進到這個商界 或者不同界別去協助到 學校去做到全人教育呢 就是會不會你都可以忽然分享一下 去做一個總結呢 我那個都不 Professor Fu做了一個總結的 我那個就只是recap 簡單一點 我想今天我們大概這個節目裡面 都聽到很多 很多的很好的good practice 有些很多的inspiring的suggestion 那我們回去也要看看 一樣東西就是 究竟一個whole person development 究竟那個framework應該是怎樣 剛才我們 我自己看到是走不走不走不走 五個環節的 就是聽到 好像post-covid 應該第一樣東西就是 那個health and wellness 跟著第二樣東西 我們都提到就是 那個所謂的 就是那個life skills 就是我們那個resilience and problem solving ability 就是我們因為那個價值 剛才應該是 我記得是張校長說過的 那接著呢 另外就是 幼稚園的同工 小學 甚至乎中學 也有說的 就是那個relationship literacy 就是你怎樣處理關係 那樣東西 就是沒有那些collaboration skills 對著人就 基本上就不行 但是打遊戲就OK 網上大家打遊戲 打得很默契 但是一起做些task 就不行了 不懂得說話 那第四樣東西 就是那個 我想是那個整個 global awareness 究竟是怎樣 那我 第五樣東西 就是我覺得 那個都不是 所以我就收回那個 我想 這四樣東西 反而是頭三樣東西 是重要 所以我覺得 我們今天可以 做個沉變先 就是我們 剛才我都錄下了 很多point 在這裡 我跟你們說話 那我們就沉澱 今天我們 那些的分享 那我們 都會 跟Bonnie一起坐下 或者我們再邀請 一些的members 一起坐下 看看 怎樣可以再 提供這件事 是的 我想說的東西 是這麼多 好啊 我們希望 這次一個 是我們第一次的 教育界的行業 討論 那希望之後 我們可以 再進行 就和大家 可能有個簡單 真的有個 實體 大家見面 聊聊 或者看看怎樣 我們會出一些 行動計劃 和追蹤的 那在這個時候 就因為 講起全人教育 我們就有位院士 都想邀請 就是 不同的學生去參與 他在搞的一個展覽 那就是1881度 我現在先分享一下 那這個呢 就是他說的一個 叫做金絲藍木的一個展覽 那他都邀請 就是誠意邀請大家去參加 那會是 特別是他會自己 因為他這次的創作者 羅千永遠市 那他就會親自去講 關於這個金絲藍木 和一些歷史有關的一些關係 那也會適合一些設計 或者對建築文有興趣 或者對一些木雕 藝術 古董有興趣的 都可以去聽 那我稍後 我們都會去 學院都會提供一個參觀的 就請他親自去講解給大家 那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 或者可以提供我 和我說聲都可以的 那好 在這裡也多謝了一次 多謝大家的時間 我們會稍後再把這次的研討會的錄影 就會放上我們的社交媒體 那大家也會留意 那再一次多謝大家 謝謝 那各位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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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到現在 拜拜 拜拜